中興杯黑豹旗高中棒球大賽 以升學為主的隔制中學 當初為了報名黑豹旗 扣著十五封親筆信 終於打動校長 這次在台灣雜誌園出登場 對上林口高中 先發投手吳伯賢 第一次登上正式球場的投手球 也難言緊張 一局下二三類友人情況 被楊瑞森敲出一記 恰撥比德安打 沿著三類邊線傳到外野防區 林口高中一比零 先取得電 後續吳伯賢還是沒能頂住 緊張壓力 第一局就投出七次四壞寶宋 當中還被敲了四磚打 尤其在面對國者開始打席 又被敲出左野飛球 最後落在草皮區 這下雷上三位跑者 統統被清空 是一隻清雷安打 帶有三分打電 單局林口高中 打了十五個人次 冠進十一分打局 不過來到第二局 在吳伯賢改變頭髮以後 壓制力大幅提升 改用側頭 結果只被敲一磚打 寶宋也減少到剩下一個 直到三局體力下滑 他才換上牛棚登板 不過此時林口高中 再度遭到突破口發抖猛攻 最後只打了一個半小時 就在三局打完 提前秀工 一二十比零 口鬥隔制中學 這位身為社團強權的四位高中 對上臺北復興 雖然不是專科體育班 但過去曾在第三屆黑豹旗 打進全國八強 也給了對手相當大的壓力 尤其臺北復興先發投手 陳博成 去年高一受到手部韌帶傷勢索庫 休息半年 近期好轉踏上黑豹旗 不料首局就先是聯愛三專打 或許隊友發生失誤以後 自己又連投三次出身球保送 單局四專打 還有五次手背失誤 加上陳博成恐求失卷 單局讓四位高中打了十二個人次 打下八分大局 或許四位高中不只打線持續發威 手背端表現也很不錯 不只只在二局下因為出身球和手背失誤 失掉唯一一分 三局下登板的牛棚 陳亮宇也有亮點 猛標一顆一百四十四公里的好球 打著站著不動被散陣 驚人球速也轟動全場 蹦住四位高中三局提前收工 二十四比一大勝過關 最後關心新竹光復跟中正玉校的比賽 同樣也有選手猛標球速 以前攤完左右手都曾斷過的 光復先發陳俊義 雖然身上不少手術疤痕 但卻能標出一百三十公里的速球 而教練為了讓他賽陣 在二十號的比賽 不受到隔場的休息限制 今天讓陳俊義用球數壓在三十球以內 三發一點一局 只用二十三球就退場 隨後三任投手輪番上陣 也全力壓制中正玉校的打線 搭配隊友活力支援 最終新竹光復 就以十八比三 在四局收下勝利 玩具台早可報道 線上購物獨特一點 找好東西就上CitySocial